4月27日,日本府警县长三本达士,达知己、Sukimoto和经济产业大臣伟山洪、庇洛西、甲西山在线上交谈。 他们确认了中央政府的核电政策,包括重启关系电力公司位于县城美冰的美冰核电站的三号反应堆,以及位于县城高冰的高冰核电站的一号和二号反应堆的计划。 这两座核电站自投入使用以来已经超过20年,高冰核电站的一号和二号反应堆分别以1974年11月和1975年11月投入使用,而美冰核电站的三号反应堆以1976年12月开始运行, 在2011年3月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之后,日本决定将核电站的运营期定为40年。 如果核电阵监管局批准该县级可以,一次性的例外原产至20年。 三冰市和高冰市政府以及各自的政议会已经同意重启这些老化的反应堆。 当地居民对长期运行的反应堆的安全性和事故发生时的疏散路线等问题表示担忧。 台湾的民长政府会学日本重新启动核式吗?应该不会。